金色手印盖满金色牌弦 20号知名抗议人士田山盛国 疑似不满近日宪法法庭宣告 暂时冻结国会改革法案 竟然跑到司法院国黑其泄愤 没想到时隔两天又有民众在网路上 留言恐吓大法官 22号司法院的脸书突然出现 好几则谩骂言论 而其中两则更是直接点名 身兼司法院长的许宗立 以及另外一名主寝大法官 留言写到劝你们做好不自杀声明 接下来会有莫名其妙的铁的摩擦声 或是一只鸟在叫都要注意 内容虽然语言不详 但最后放了一个炸弹符号 明显就是威胁人身安全 除了司法院原本的住警之外 现在辖旭派出所 以及分局警备队还有交通分队 也会增加巡逻次数 从原本三个小时一次 增加到每个小时一次 除了增派警力支援司法院 也紧急发出声明 强调恐吓言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已经截图搜证 呼吁外界要更理性 另外警战署也已经启动专案征办 要求刑事局透过IP位置 询线抓人 绝不让网路恐吓黑手 深境象征公平正义的司法界 进行文秋强去张展采访报导 得出现文秋强 入公平队